大家好,我是凡凡 今天我打算用丝瓜猪肉做馅饼 猪肉呢也要剁碎 像包饺子馅一样的 然后小技巧就是说一定要多割葱花 因为丝瓜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味道的 所以我们要靠葱花的清香味来提鲜 我现在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不再详细的介绍怎么和面 我把另一个视频又详细介绍 怎么和面的技巧放在右上角 我们要放在这里面行一会儿 让那个面面团松弛一下 你可以拿一个湿布把它盖上 或者是拿一个盖把它遮住也行 我们在这儿行半个小时 这是我之前揉的面 这是我又揉了一次 已经揉圆了 只要把馅做好就可以开始包了 还有就是我今天着重想讲解的就是 你在搬馅之前怎么处理丝瓜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丝瓜是很容易出水的 如果你不处理一下的话 直接搬到馅里 馅很稀就会很难包容易散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丝瓜吧 八角丝瓜 夹之所以是因为它有棱子的 冲洗完了以后你用刮刀 把它的皮一定要刮掉 就像这个样子就刮就可以了 尤其要把篮子都要刮掉 把它刮平 这个是那个丝瓜已经去的皮了 现在我们把它给擦成丝 这样的话可以拌到馅里面 因为你看这水太多 你没办法直接放到馅里面 而且就是那个馅它是猪肉有点柴 我们用的滴肉 所以你可以丝瓜里面的水 直接挤到这个馅里面 就等于给它加水了 它的馅把它打翻了以后它会很滑 大家看一下你的馅拌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你看它有点发黏了 甚至都有点拉丝了 就是那种感觉 我们把之前挤了水分的丝瓜 然后放进去 因为我通常饺子馅都会搁点炒鸡蛋 所以我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这里面是三个鸡蛋给打翻了 搁点盐 我准备把它炒了 然后搁到馅里面 快速的炒好了 这三个鸡蛋现在把它搁到馅里 把小鸡蛋搁在肉馅里 然后稍微散一下 你就可以开始来包馅饼 做一个馅饼 你这是拿一块面团 然后你把它压扁 这个皮已经散剥了 你可以用手摸一下 它拿着没有特别厚 特别薄的 你现在让它保厚均匀一点 把那个饼赶薄以后 然后把馅搁一半 这样子对折 然后捏脚就可以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吧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